晚上好朋友们,咱们又见面了,话说今天晚上咱们家又来了个新听友,但是这听友是男是女我不知道,他说他叫小猫,然后是93年出生的,给咱们讲的故事呢,都是他很小很小的时候,听奶奶讲给他的。 小猫实际上提供了三个故事,但是仨故事都很精彩,咱慢慢讲,后边您万一听到小猫了,您就知道是说这个故事的这个小猫。 然后呢,今天咱说的呢,是小猫说的第一个事,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奶奶的村子,奶奶小时候的一件事情。 故事发生在好些个年前,小猫的奶奶呢,那会儿才小孩的还是,结果有一天晚上,这天晚上大概可能得深夜十二点或者一点多钟了,因为那年代没表啊,分不太清楚。 然后,小猫的奶奶一家人睡着觉,就听见隔壁邻居家,门口有人砸门。 有人吗?有人吗?有人吗? 由于砸门的动静老大的了,而且这人喊的声音也大,跟驴叫似的,把小猫奶奶的一家人就给喊醒了。 醒来之后,奶奶一家人害怕呀,这是怎么了大半夜的,由于是村子很少来外人的。 结果隔了这么一会儿吧,就听见隔壁那边,有人开门了。 那边一开门,小猫一家人也都开了门,出来了,但是没出院子啊,隔壁可是把院子打开了。 结果就听见隔壁的邻居对着外边说,"你这是找谁呀?你是哪儿的?" 然后他们就听见一个声音特粗的男的,跟隔壁邻居几次白脸的在那儿说,"大妈,大妈,大妈,你让我进院子待一会儿行吗? 我睡您家院子里都行,你让我跟您这儿待一会儿,我刚才遇上事儿了,遇上事儿了。 然后这么一听猫奶家,这才放心,原来是过刀的,那年代真的经常有这种事儿,现在哪儿都有旅店,那年代啥也没有,真的你就得到老乡家投诉去。 然后呢,猫奶家一看着没什么事儿就是个投诉的,猫奶的爸爸也得看热闹或者也是帮帮忙去,就披上了衣裳,开门出去了。 出去完这会儿那男的还在门口,跟隔壁邻居那儿说着话了,他爸就过来了,"哦,这是哪儿来的? 他爸当时一边说着话,一边不就看见这人了吗? 结果一看这人身高一米八几,大个儿,特装饰,当然不是坏人呐,长得挺敦厚的。 可是再仔细一瞧,这人顶着两个大红眼圈,好像是哭了。 这会儿猫奶他爸就嚼着不对劲儿的,"这是咋了啊,小兄弟啊,这遇上啥事儿呢? 可是这会儿这大个儿的男的就讲不清楚,俩嘴说话都是抖的。 吓坏我了,就刚才,刚才,刚才,刚才搁头里边,哎呀,大哥,先让我进去说说话,行吗? 咱,咱别在这儿外边站着,咱把院门关上。 当时这大个儿男子给人的感觉啊,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追的,而且他特别着急进院子关门,害怕。 结果猫奶他爸一看这个,给邻居使了个眼神,跟着邻居一块儿,带着这大个儿男的就进了院子了,然后把邻居家的院门还真就给关上了。 但是这会儿,猫奶他们可就在隔壁了,旁边他爸跟那个大个儿男的还有邻居说的什么,猫奶他们都听得清楚。 所以结果就听见,他们进了院子之后,好像是弄了个小桌子,让这男的坐那儿了,然后就听这男的开始讲。 哎呦,可把我吓坏了,我这人胆挺大的,可没成想啊,哎呦,真遇上这事儿,吓得我要尿裤子啊。 猫奶的爸爸和邻居继续就问这男的,什么事儿啊,你这是到底是咋了呀? 然后这男的缓了半天的气,估计邻居给他倒了水,喝了好几口水,才慢慢地说。 那个,二位大哥呀,我是新乡人,我在镇上给一个老板扛活啥的,在他们家干了好些年了, 每隔两年呢,我都得回趟家,送点钱呢,看看家里人什么的。 所以我呢,对这条路很熟,我知道这路上有咱们这么个村子,但是我从来没进过这村, 每次都是下午中午时路过,我就越过去了。 但是今儿呢,我有点着急,我就想着晚上四点多钟时,我假如再往前走走,就到咱们村了,不行就投诉到咱们村子里。 可结果我没想到,在我记忆中咱村挺近的,可是我打四点走到十点,才走到咱村。 到了咱村,我一看终于到了,我还挺高兴的,我就跑到村口那儿,也不知道是谁家,我就找了间房子。 我一看这房子还挺好的,我就敲门,结果没敲了两下,里边出来个老爷子。 老爷子开门,我就跟人家说呀,我说我上里边,能上您这儿住一晚上吗? 我是个过路的,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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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就给他说明白了,可结果这老爷子也没说话,就把门开开,然后他转头走了,走的时候拿手比划了一下,意思是让我进去。 我当时就搅着人家挺好的,这老头也不爱讲话呀,我就跟着进去了,可是我往里边一见,我的妈哟,大哥呀,这老头,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村儿的, 整个院子里边全都是拿纸糊的东西。 我再仔细一瞧啊,他那房子也是拿纸做的,而且院子里边还停着辆大牛车,牛车上顺着个牛,那牛一开始我离着老远看,他还动回来,但是我走进了,我的妈哟,是个活的纸牛。 我当时站在院子里边,我也不敢跑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这老头也不理我,自己就进了里屋去了,结果我一看这个,我要再这么大一些钱,我不得死这儿了,我就不管这么多了,转头我就往外边闯, 可是往外边这么一闯啊,他那个门关着的,你别看,全屋都是纸的,就这个门是硬的,我怎么砸也砸不开。 后边我灵机一动,这墙是纸的呀,我砰一下就把那纸墙给撞开,我就冲出去了。 出去玩之后,这老头就急了,在院子里边叫唬,我也不知道他喊的是什么,嗷嗷嗷地喊我,我就瞎疯了,我就开始乱跑,结果这不,就跑到大哥这儿来了。 猫奶他爸和邻居大叔听完都懵了,啥,哪个村头啊,你是从哪个口进来的? 然后这男的就开始继续叙述,貌似他是从村东边进来的,说门口还有条小河,结果,猫奶的爸和邻居这么一听完,直接就拍大腿了。 哎呀,那边哪有房子呀,那是坟堤,你这,哎呀,你这大晚上的,你这不乱走吗? 好嘛,结果这话这一说更坏了,这男的当时好像有点支撑不住了,下班了。 然后这天晚上,据猫奶说,足足折腾到大半夜,猫奶爸爸又回家拿酒,因为邻居大哥家不喝酒, 他们想给这男的喝点酒装装,又拿酒又弄东西,结果折腾了半天,并且转过天来呀,猫奶他爸还带着这个男的,就是投诉这男的,一块跑到那片坟地烧纸去,因为别管怎么着,你给人家床撞坡了,人家本身没有坏意,是你敲在人家的门,对不对? 结果烧纸折腾又折腾了一整天,后边到了第三天,这壮男的才离开这儿了,但是打这儿开始, 这高壮的男子和猫奶的爸爸结交成朋友了,没事反正哥哥一年半载的,他就上这儿看看猫奶他爸来, 但是每次来,这男的绝不会是晚上,而且绝不会打村东头,再进村了。 晚上好朋友们,咱们呢,又见面了。 今天晚上啊,咱们家来了个新朋友,这朋友名字叫常常九九,然后他说我姓本身就姓常,所以就跟我叫常常九九就行了。 常常九九呢,给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故事啊,他说,这算是我跟我发小一块儿遇到的个事,大概事情发生在几年前,那时候我跟我发小,我们还都上着大学了。 常常九九的家呢,住在黄河边上,是河南人,小时候啊,上大学那会儿啊,在城市里边不是太适应,一到了过节,常常九九就想家,就老想回家。 结果到了大三这年,这年呢,中秋节的时候,常常九九呢,就提前,跟自己一个在另外一座城市上学的发小,俩人约好了,说的意思,过两天放假了,咱要不回家见见面待待。 常九的发小呢,听完就答应了,结果俩人就约定,于于中秋节的头三天,就提前回家了。 可是,常九啊,的确是提前回家了,问题他这个发小,晚回来一天,并且回来的当天呢,他还没直接回家来,而是跑到女朋友家去了。 当天,常九挺不高兴的,然后就和另外的一个朋友在一块,在老家待着,就念叨了他这发小一天,意思就是说这太不够意思了,约好了回来,你说他跑女朋友那去了,太讨厌人了。 可是到了晚上,十一点来钟的时候,常九的电话突然响了,这电话是他发小打过来的,告诉他说, 那位,哥们,抱歉啊,对不起,对不起,我那什么,我得先看一眼女朋友来,但是现在这个这个,他们家让我住他们这儿,我脚是不好意思的,毕竟跟人他爸妈不熟啊,要不,你能接我一趟来吗? 常九的哥们知道,常九啊,很小时候就把汽车驾照给学了,而且他们家有车,结果呢,估计是个女朋友那儿不好意思呆,就让常九接他去,当时常九很难推脱呀,毕竟好长时间没见了,又想着发小,结果就跟着另外的同村一个朋友,俩人就一块去了。 发小当时给常九手机上发了定位,这定位还不近,挺远的,常九说得十五六公里,二十公里左右,我们当时呢,开出去呢,没发生什么事,可是开到一半的时候,天上就下起小雨来了,但是下雨无所谓,因为农村的路都已经修得很好了啊, 结果我们就一路这么向前开着,可等到开到了他说的这个地儿,就是他女朋友的这个村子的时候,我发现坏了,他女朋友这个村子啊,当时给我们的这个定位啊,是要让我们下到一条土路进去,如果不下雨还没事,这一下雨这条土路全是泥泞的, 而且我当时没注意,我呢,直接车就已经拐过去,开进去了,但是现在如果往回退的话,更麻烦,所以我没办法,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开,而且一边开着,我还一边嘴里边叨叨, 这他妈那谁真讨厌啊,那他妈开开,他这什么地儿这是,他女朋友家村怎么连个路都没修呢, 旁边那个哥们也在跟他长久念叨着,就说这哥们不靠谱,大晚上给咱招着这儿来了, 但是已经都到了,所以说继续只能往村里边走,可结果走了没有一会儿, 长久说就没有路了,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,而且村里边不知道为什么, 他们这村就在没人似的,没有一家亮着灯的,四周围是痛黑, 结果长久一看这个就拿起电话来,给他哥们打电话了, 喂,卧槽,你女朋友这什么村这是,一点灯都没有, 我开不进去了啊,我不知道该往哪儿开了,我倒看见这有片房子, 然后现在定位也没了,已经到地儿了,你出来吧, 长久的哥们听完很是抱歉,然后告诉长久说我马上就出去, 然后长久呢就打开了汽车的双闪,跟着他哥们坐在车里边等自个儿的发小, 可是等了没半分钟,跟长久一块来的这哥们就说要下车吊个尿去, 长久就说下雨,你能憋会儿吗,可是他憋不住, 结果就推门从副驾驶那边下了车, 可这哥们刚下了车,奔旁边的一个小草棵子里边吧, 这姐着裤子要尿去了,长久这一回头,只见在他驾驶位玻璃这一侧, 草棵里边好像有个人, 由于车打的是双闪灯和大灯,大灯是直着射出去的, 这个人在侧边,这双闪灯一闪一闪的,隐约好像能看到那种东景, 长久当时也没说话,副驾驶的门也没有关上, 他呢就没注意这些,死死盯着那草棵里, 什么东西,那啥, 结果仔细再一看天哪, 这草棵里边好像有个老太太趴在草里边, 探出个头来看他们, 由于当时他们的地势高, 老太太的草棵地势低,看不太清楚, 可就在长久,还没看清到底是人还是什么东西了, 结果这老太太在那草棵里边慢慢地爬出来了, 可是等老太太爬出来之后, 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,站了起来, 可是一走路,坏了, 这老太太走起路来像机械上了发条似的, 一格一格地向前摆动, 但是这会儿长久还不至于吓得不行了, 还用眼睛能看着的能盯着的, 但是逐渐的这老太太就开始往路上走, 越走长久就越能看清楚, 由于慢慢地走到了长久大灯的范围, 长久一看坏了, 我的妈, 这不是人, 好像是个报纸片子似的, 结果一下子长久就喊出来了, 当时副下室的门开着, 那哥们在边上尿着尿了, 长久这一叫唬尿尿那哥们都傻了, 干嘛呀, 尿尿尿了, 怎么了, 怎么了, 结果长久像发了疯似的, 手把着方向盘在那喊, 别他妈咬了, 快上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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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他哥们当时回头的角度, 是转过来背对这长久的, 没有看见长久车头前边, 不过这哥们此时意识到了, 好像是有什么事了, 结果估计这个尿是没尿完, 裤子拉链都没完全拉上, 转头就钻回了车上, 与此同时, 车前头那保纸片子老太太, 朝着另外一边的稻田里, 一格一格的走进去呢, 长久的哥们上了车之后, 长久当时指着前边, 你快看, 你快看, 快看, 然后这哥们的确也是瞧见了, 可只瞧见了个背影, 不过这哥们当时也吓得脸沙白, 当时也催着长久, 先倒车, 先倒车, 什么玩意儿那是, 那是什么玩意儿, 长久这会儿赶快倒车, 把车拧搁了半天, 才掉过头来, 后边两个人跟疯了似的, 也不管地上有没有泥了, 车会不会雾里边, 玩命的就开回了刚才那条主路上, 当然了, 不是说很远啊, 开不了就是半公里的样子, 但是开到主路上之后, 俩人停那儿, 气儿还没喘云了, 结果他哥们儿的电话打过来了, 哎呗, 你们在哪儿啊, 我到村口这儿了, 没看见车呀, 可长久接过电话想跟他说的, 我们遇上鬼了, 但是这个字儿没说出来, 只是张开了嘴又给收回去了, 结果哽咽了一下, 又告诉他哥们儿说, 我们那个车开出来了, 刚才那边泥太多, 你能往前走几步吗, 但是, 你这样吧, 你往前走几步, 然后我刚才回刚才那条土路上, 我去迎你, 你可小心点啊, 我觉得长久还是够举起的, 担心他哥们儿安慰, 而且没把刚才的事儿说出来, 怕他害怕, 并且长久明知道刚才那位置有东西, 可是还是把车掉了头, 又闯了回去, 去迎他哥们儿, 我脚这一般人做不到, 可能换别人早跑了, 不过长久的确是这么做了, 开回去开了几十米, 就把他哥们儿给迎上了, 赶快让他哥们儿上了车, 然后三个人开车, 快速离开了这点地儿, 但是, 赶等开到一半的时候, 他哥们儿发现长久不对劲, 开车的时候也不讲话, 见了他也不亲, 他这发小就问长久, 你怎么回事儿啊, 你怎么不理我呢, 结果另外一个跟长久一块来的哥们儿, 这才跟他说, 理你, 都他把你害的, 我们俩刚才在你女朋友村子看见鬼了, 长久的这发小, 听完俩眼一亮, 啥, 不会吧, 结果就听着长久, 劈啦啪啦, 把刚才他见到那纸片老太太, 给他讲了一遍, 可他哥们儿没瞧见, 好像不心, 而且沉不住气, 结果当着长久面儿, 就给他女朋友把电话打回去了, 可是您猜怎么的啊, 在电话里边, 他哥们儿跟他女朋友这么一说, 刚才他兄弟接他来, 在他们村子看见个纸片老太太, 但结果他女朋友却告诉他, 啊, 真瞧见了, 我们村好多人说看见过, 而且那老太太还找他们要吃的, 还能说话, 哎呦我的妈呦, 我真没想到你们还真能看见, 天呐天呐, 以后晚上下次再来, 别从我们村后到走了, 走正道那边吧, 绕点道, 绕点道, 回来我告诉你怎么走, 以后那边啊, 咱绝不能从那儿过了, 我觉着他发小打着电话, 是他喵得多余的, 您知道为什么, 这不是更加确定了吗, 对吧, 本来长久还能自己琢磨以为看错了, 结果听他发小女朋友这么一说, 坏了, 这合着刚才自己就是撞伤, 那个万一呢, 好了好了朋友们啊, 这故事再说吧呢, 我觉得应该是看错了, 或者是光影的问题, 我刚才试试拿灯照了一下我自个儿啊, 我自个儿怎么照我也照不成一个纸片啊, 但是这玩意也不好说, 汽车的车灯的确跟咱常规的灯它不太一样, 再加上在农村里边, 弄不好旁边有水反射的, 显着老太太照得特别瘦, 不过这是一门技术啊, 那这个城乡技术要是能弄下来的话, 那这可就颠覆了现在相机里美颜的一个新概念了, 也就是说您平时随便吃, 现实中甭管多胖, 反正拿相机一照, 就照成纸片人了, 哈哈哈哈, 我是不知道说什么了, 开玩笑, 没办法了, 咱得把这个事给它转成故事, 因为每天都跟大家说, 虽然都是听友提供的, 但是讲的都是故事, 长久这个故事也都是自己的感觉, 没有一个说是它是真的, 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, 而且呢, 这些故事也不会发生在您身边, 您那千万别往心里去了,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, 朋友们, 明儿的节目更加精彩, 咱们明天晚上再见。